今天就是為了體驗語音處理 AI的這一塊 我覺得以前真的是 算他真的會放棄 這個可以當作是學生課後 然後他可以自己練習或是步行 一個很好的一個器材 今天設定十年 然後他就說 你一個五次 然後你一個多久 然後你一個多久 更提升了AI的功能 他會跟你說 你每次游 然後多少趟住 然後多少時間 就是比較厲害的是 他可能你游完 他會跟你講說 你這一趟 是花了多少時間 音質真的有變好 因為以前就是會聽到沙桑 沙桑他可能變色度 沒那麼 被帶費格 體驗起來真的不錯 他的音質好 但是很乾淨 很乾淨 上岸的時候你可以透過手機 然後瞭解你消耗多少卡路 一下可以知道說 每分鐘有多少速度去 可能應該也會幫助你在游泳 游泳的效率 對嗎 很貴耶 這個工具其實對於 學游泳是蠻有效率的 對嗎 對 這個產品會讓你心動嗎 嗯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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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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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